大家好,我是普玉 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趋势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龚小斌祭出煞收剪 丁燕宇航在遇坏消息 山东南篮启动B计划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目前CB联赛正在炉火炉土的进行当中 而山东南篮丁燕宇航的话题 也是山东球迷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据心目前丁燕宇航正在济南 进行身体的康复训练 到底丁燕宇航何时能够付出 这也成为球迷关心的一个疑虑 毕竟丁燕宇航是山东南篮史上 唯一的一位两夺MVP的一个营球员 如果小敌人能够回归 对于山东南篮精神气质 以及整体实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如果小敌人不能够回归 那么山东南篮就相当于缺少一名核心 其实针对丁燕宇航的这件事情 在第三阶段可以说是 无论是山东南篮和丁燕宇航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山东南篮成绩不佳 龚小斌因伤确证了几场比赛 同时知名名嘴马剑在社交媒体上 也爆料出丁燕宇航很有可能提前退役 可以说这些消息的传出 让丁燕宇航和山东南篮这件事情 再次引起球迷的一个关注 可以说消息之间不断反反复复 而随着第四阶段的进行 也就是CB常规赛进入了尾声阶段 大家对于丁燕宇航的预期 似乎是在逐渐降低 一方面是主帅龚小斌 在第三阶段伤情之后 在第四阶段已经得到了恢复 球队的战绩可以说是 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目前已经好取三连胜 排名已经攀升到了排名第五的一个位置 由于山东南篮在接下来的赛程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利 山东南篮很有可能 以排名第五的一个身份 冲击本赛季的一个季后赛 随着山东南篮战绩的提升 球队对丁燕以航的预期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 同时目前主帅龚小斌 对球队的改造 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的成功 不仅防守体系非常的出色 而且在第四阶段开始之后 球队无论是外援哈德森 还是杰林沃特 以及本土球员得到了一个大爆发 球队已经重新回归到正轨的一个轨道上 包括在小前锋上 你像新引进的沃尔元斯坤 也是见入佳境 他和李静宇 成为封线位置上的一个主要人为患球员 龚小斌在防守端 以及在用人方面祭出了煞书姐 可以说这对于丁燕以航重新回归 可以说是又增加上了一个阴影 不仅如此 山东南篮也有意启动球队的B计划 这就是培养本土的一个核心 来取代丁燕以航的一个位置 那么山东南篮潜在的本土核心是谁呢 那就是小将陈培东 可以说这个小将陈培东 最近几轮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 陈培东曾经多次入选过 国字后的三人制国家队 可以说陈培东是丁燕以航之后 山东南篮极具培养价值的一名潜力新星 可以说陈培东不仅拥有不俗的三分球投射能力 而且快速反击能力也非常的不俗 如果陈培东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功能表现 那么未来成为山东南篮的核心 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丁燕以航即使回归 也会被逐渐边缘化 那么陈培东将是山东南篮启动B计划的 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当然我们也希望吧 丁燕以航能够尽快回归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 山东南篮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 这就是今天吧 没分享的话题不禁止处 欢迎批评指定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转发评论 好谢谢大家